今天我们一起来制作神所预备的羊吧 需要准备的是材质三张 首先我们一起来折羊头 对折之后留下线然后折出冰激凌形状 下面的部分向里面折起来 以中线为中心将两边向上折起来以后 打开来用手指向里面藏起来 同时向上展开来 然后再将下面的部分向中心折上去 接着将两边的脚放下来向两边折 尖的部分轻轻地向里面折一下 颠倒之后将下面的部分也向中心折起来 羊头部分就这样完成啦 接下来我们要折羊的身体部分 对折两次之后 打开来向上折之后 再以二分之一部分为中心向上折 两边都这样折好了 然后以对折之后的线为借向下折 接着再向上折 身体部分就完成啦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折羊的腿吧 对折之后一边再对折一次 另外一边向上折 对折之后稍微错开一些 一边的腿就做好啦 用同样的方法折出另外一边的话 腿就都做好啦 把做好的羊头身体和羊腿粘起来 羊腿比较尖的部分向里面稍微折一下 那样的话看起来才像是比较温顺的羊哦 画上表情的话羊就做好啦 嗯 这样看起来好像山羊 把云状的纸粘在羊头上的话 可爱的羊就做好啦 身为了亚伯拉罕和以萨所预备的羊 折羊也不是那么难哦 兽类 hoy 免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